為了代表夜貓族說 以不吃早餐 我們不吃早餐 饒舌歌曲唱出夜貓族 不吃早餐的慵懶生活 但是您知道嗎 起床後沒補充營養 竟然會掉頭髮 沒有觀點 洗髮經用太多 睡過頭的時候 然後又急著去上學的時候 然後就不會 掉髮的原因 除了壓力大 疾病影響 營養失衡也是危機之一 尤其是頭髮需要的 蛋白質微量元素 雖然什麼時候補充都可以 但是一日之際再逾塵 起床後的第一餐 的確最有幫助 已經休息六到八個小時 所以早上你在吃第一餐的時候 其實吸收率是最好的 起床之後一到兩個小時內 一定要吃一些早餐 營養師建議早餐最好 要有一點肉類和大量蔬菜 比較油的鐵板麵和油炸物 就不太適合 提醒大家 就算早上起床急急忙忙 可別忘了還是要吃早餐 不僅護法 也能維持身體健康 記者 陳時戀 蔣運綺 台北報導 就算了